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狗都没有一只能玩 那种跳的它们只能钻 这个我们小狗可以玩 你别卡着 你是热吃的 你卡着它们俩进不去 过来 过来 来 你们仨现在在这待会儿 咱们先留水 行 坐一会儿吧 现在我和妈妈到二楼来 给他们买东西 我刚刚买了一把梳子 然后我们逛到了食品区 说要给小狗子 改善一栋伙食吧 来了 我们买好了好吃的 然后接下来呢 要换一个地方去吃 你干嘛着急 走走走 怎么吃啊 原地转圈 来吧 送我送 送你这个 天盖儿呢 你不敢摸吗 你敢摸吗 你敢摸吗 摸摸它 没事的 嗯 没事的 我们家小狗也很喜欢小朋友 这只敢摸 这只赶紧吃 是的 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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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她照相 哎哟 哈哈 我们要跟芝士树合一个影 学和芝士树合影就会变得聪明 好 那个叫戴圣 哎呀真漂亮 小戴圣 终于有开阔的草地了 开始乱跑 玉兰花 这个咋开始运动上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玉兰再似乎去看看这个水 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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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进去 还要进去 再进去 花也湿了 还喝吧 好了 派浅照顾我们 笑 送黑了没玩够没喝够 好了朋友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狗子的劲都撒完了 然后呢下一步呢带妈妈去一个好地方 到了 斗南花会市场 好了我们现在停好车了 准备让小狗子们在车上休息 我们去观花室 马姐现在执着于开宠物模式 比我俩都积极 来 这次请你唤醒他 你好Smart Smart 你好Smart 打开宠物模式 开好了 这边团 这边买菜一下 原菜前三吧 原菜是你喜欢一家 忽然又想住在昆明了 十元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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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最香 白色的最香 谁颜色的好啊 这个23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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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才有个3呢 先拼着大姐说话特别香 哈哈哈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生意先拢啊 我这我主要转不过来 这是买的马葱嘛 妈这个搞价 搞价小能手 他们不知道妈以前别是干采购的人 是不是 怎么样 多两块钱 我发现了马姐搞价的一个方法 她要8块吧 马姐不问 你5块卖不买 马姐问不是5块的 把这个答案交给对方 哈哈哈 反问是吧 反问对 哈哈哈 你弄错价格了 哦 看你弄错价格了 哇 哦 还讲多多香的 这肉皮你 没跟他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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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块 十块 只要十块 两把 直接给你两把 哈哈哈哈 你们都忘记一下 开个花店 这一段挂的更绝望 差不多得了 马姐 这7块是吧 嗯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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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十五 明天最后一天 这一年正说过去了 这是为2024 好嘞嘞 哈哈哈哈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好嘞嘞 哈哈哈哈 好嘞 全铺放下 哈哈 哇 看 全塞满了 妈帮我揪一下 哎 好嘞 哇塞 全铺 这个面好漂亮 还能放点呢 这个份 行了可以了 这个面好漂亮 白天更好看 似乎就守护好这些花啊 我们现在还有八分钟就可以到住的地方了 嗯 这次这个民宿呢 还是在一个小区里面 嗯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是按一贯的套路 我和爷爷把车停好以后 我们两个先上去 确定好这个进家的最快的路线 然后把房间检查一下 没问题的话 我们再下来接小狗和妈妈 三十一层 四五越住越高 我们回家了 四五干嘛呢 他还记着我这个兜有吃的 真的啊 就是今天好潦草啊 你看现在四 啥呀 不要 睡吧 哦好 因为我们这个民宿 都是这个地板砖嘛 就有点凉啊 主要还有点滑 像四虎这样起身啊 趴下 他还是有点摩擦力比较好 所以他就 自己也会找这个小毯子睡 嗨朋友们 我现在躲在被窝里 因为他们都睡了 但是呢 我又想跟大家分享 我对昆明真的 印象特别好 他真的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城市 我们今天来是第二次 然后这两次呢 我们都去了一些宠物友好的商圈 比如说1903 比如说今天的南岳城 然后呢 我们就碰到很多小狗 还有他们的主人 哪怕是不养狗的人 就是大家好像都对小狗 是那种包容喜爱的那种感觉 甚至那些小朋友都很喜欢和小狗在一起玩 所以呢 我们带小狗呢 就不用躲躲闪闪的 就特别好 我还查了一些 昆明其他的宠物友好的地方 想着明天 然后带小狗们也再去玩一玩 因为这一趟来昆明 其实主要是陪妈妈逛一逛 因为她没来过 然后我们这次找住的地方 也是没有去住那种重游好旅馆 我就找了一个民宿 就是她是在小区里 这种小区里边呢 房间比较大 然后小区的环境呢 就会也会比较适合遛狗 而且我们和妈妈就可以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嘛 再加上她比较便宜 相比较住那种旅馆酒店 我就这么定了 然后我找的时候呢 但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过 怎么找重游好旅馆嘛 我就用这个方法筛选出来 然后我找了第一家过去问她 她居然跟我说 问我是什么狗 然后我说是什么什么 她说不行 你这个钓毛不可以 我就纳了闷了 我说你写的宠物友好 她说不钓毛的狗可以 我说可是不钓毛的狗是少数 那你直接可以不要写宠物友好了 她说那不钓毛的我们可以接受 不然阿姨打扫要额外收钱 就是我能理解你宠物清洁费可以收 对吧 或者呢你干脆就不要写宠友好 我们这种羊宠人 大家抱着宠物友好的这种念头 去找到了这一个客栈 然后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期待 结果她说不行 而且还是一个这样的理由 其实我是有心理落差的 我就觉得你还不如说不让单 但是沟通完反正就是 我肯定就没有办法选她了 然后我就找到了第二家宠物友好 我又死刑过去问 她跟我说不可以 我就又心情一落千丈 写的是可以的 然后又说不可以 最后我找的就是第三家 沟通起来就很好 也没有额外的清洁费 当然这个房子呢都挺好的 大家也看到了 她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她在三十一楼 小狗们 我都没住过三十一楼 别说小狗了 所以就这一点 让下下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 但总的来说呢 昆明的体验都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明天 再带小狗子们去逛一逛 明天呢我们计划就是去 更自然一点的地方 要去跑一跑玩一玩 然后我们就回大力了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明天见